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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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是我 那么精彩吗 这个真的是 你被坏了自己都不知道 你好尴尬呀 大家好 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 奔跑吧第四期又是烧脑的一期 而且比起第三期要更加烧脑 因为第四期的坏人看上去只有三个 一个拿九阴白骨找的人 另外两个拿九阴白骨缝找的人 但因为有人能够调换秘诀 比如白鲁的细心大法 可以把自己的秘诀与别人的秘诀调换 旅程的乾坤大罗伊 可以把除自己之外的两本秘诀调换 导致实际上的坏人数量变多 也让好人想要赢得游戏的几率变得很小 而从最终的结果来看也确实如此 周深一直以为自己是坏人 是拿了九阴白骨找的人 结果最后才发现他不是 他是好人 因为他的秘诀被白鲁换了 白鲁才是最终boss 而杨颖也一直认为自己是坏人 当坏人赢的时候 杨颖还非常开心 结果最后才发现他的秘诀被李晨换了 而李晨在游戏过程中 还特意强调了他换了杨颖与郑凯的秘诀 可惜杨颖并没有领悟 还一直在帮坏人 整个游戏中表现最好的是三个人 第一个是不断搅浑水的胡彦斌 他把水搅浑 让好人彼此互不信任 第二个是根据手上线索推测出胡彦斌是坏人 杀意与郑凯其中之一是坏人的蔡徐坤 事实证明蔡徐坤的分析很对 可惜信他的人并不多 第三个则是一直在充当好人的白鲁 白鲁利用自己的秘诀是悉心大法一直在帮好人说话 从而赢得信任 看完第四期众多嘉宾的表现 尤其是白鲁 杨颖 周深的表现 让我想起了第三期 也解开了第三期留下的疑惑 看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 第四期与第三期有什么关系 先后顺序都不对 可实际上奔跑巴是录播 每次在一个地方会录制两期 但播出的时候并不是连续播出 而是分开播出 第四期与第一期都是在四川录制 都属于奔跑巴首轮录制内容 如果按顺序播出 第四期应该是第二期 比第三期要早 所以 第四期的录制内容要比第三期的录制内容早 明白这点 先把第四期看完 再去看第三期 有些疑惑就有了解释 比如 为什么白露那么不信任周深 却对杨颖深信不疑 即使周深不撕他名牌 给足善意 还是撕了周深的名牌 然后再看到周深的钱数之后 依然没有反应过来 之后撕了郑凯名牌 看到郑凯的钱数之后 还是没有反应过来 即使是淘汰了 白露还是认为周深 郑凯是坏人 当时感觉白露很冲动 根据有限的线索就认定结果 还深信不疑 看完第四期发现并非如此 白露之所以那么不信任周深 是因为有前车之鉴 在第四期白露非常信任周深 才第一时间跟周深换了秘诀 结果发现周深居然是坏人 而且周深在整个游戏过程中的表现也很好 足够像个好人 那么到了第三期 在线索指向周深的情况下 白露当然不会信任周深 而之所以对杨颖深信不疑 原因也简单 杨颖在第四期的表现太迷糊 好人坏人都分不清 这样一位杨颖能有多少心机 最后则是白露在第四期获得了最终胜利 对自己玩烧脑游戏很有信心 这些相加 让白露在第三期喜欢分析 不信任周深 对杨颖没有防备 如果两期节目换一下播出顺序 或许很多观众都可以看明白 但节目组并没有如此做 导致在第三期表现很好的杨颖 到了第四期成了小迷糊 第三期表现一般的白露 到了第四期成了Boss 只有蔡徐坤 在第四期第三期的表现都很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留言